公文泥水从上头倾泻而下 连续几天的豪大雨 造成台东纹理溪水暴涨 通往新兴社区的北里桥 因为桥墩地基 受大水冲刷的倾斜 也造成北里桥桥梁位移和军列 随时有断桥的可能 族人为了安全起见 拉起封锁线 并且派员战哨 昨天凌晨的12点到1点那个时间 因为刚好有个村庄的小朋友 经过然后发现通报 就打电话给我们就过来 一并跟新手队来这边 就是看这个桥顿顺便过这样 而这座桥是北里社区 通往新兴社区的捷径 也是国小学童上课的必经之路 要绕路 要绕路这样 麻烦 来到新兴社区北边 约长50多公尺的挡土墙 也因为大水冲刷地基 倾斜一半 族人望着河床 担心雨水再不停 溪流可能改道 往下方的部落冲去 我们是会很担心 这堤防这样倒塌了 一直这样子下雨的话 会影响到我们部落 因为我怕说那边 这样一被冲走的时候 水就会往我们部落走 另外原定的金伦大桥通车典礼 也因为好大雨而取消举行 不过金伦大桥在下午5点 还是开放通车了 接着下马里大线台东金风 台马里采访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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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